他打飆了 剩幾步路了 最後衝刺了 腳上綁著紗帶 雙手握緊學步車 秦良鋒每一步走得艱難 還是努力往前邁進 耶 棒棒棒 親友陪伴幫忙擦汗 秦良鋒繞醫院一圈 雖然花了四十五分鐘 還是順利完成任務 他就是四年前 從漢光演習慾演 四百公尺高空墜落的散兵 秦良鋒 真的是用撐的 真的已經沒有力了 他們弟兄就等於說 他們有受過特戰訓 所以他們就一直在激勵他說 你不要再撐下去了 你退訓好了 這樣去激勵良鋒 那良鋒走完 最後終於達標 當年他奇蹟生還 卻也接近全身癱瘓 靠著堅強意志力持續復健 六月成功自行翻身 九月行動力再度有進步 讓家人相當感動 因為這一路走來 對秦良鋒跟他們家人來說 真的太不容易 他也會擔心他的未來 可是他不會跟我們講 就變成說這小孩子貼心 滿對這小孩子很不捨 就是在高興中 也會是有點有一些 有一些些的難過 畢竟他這樣走下來的話 看他這樣走的時候 他這樣付出的話 我們心裡是說 這小孩子還要經歷這一招 距離事故四年過去 三十歲的秦良鋒 一度被醫療團隊 不看好恢復狀況 到如今憑著努力 漸入家境感動眾人 也盼他能早日回歸正常生活 三立新聞胡石英 吳輝珊高雄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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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